遍地垃圾,女性当街大小便,让印度甘拜下风,孟加拉究竟有多脏? 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其国内环境肮脏程度,甚至就连印度都望尘莫及 这个国家就是位于南亚的孟加拉国,那它究竟有多脏呢? 如果你哪天有幸造访孟加拉,第一个映入眼内的场景绝对不是热心好客的人民 也不可能是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和各种美不胜收的景点,更不会是科技繁华的现代都市或者人潮涌动的商业街区 来到这里,你入眼最多的场景只有那乌鸦鸦胡乱堆砌的棚户,还有遍地如山,无人打扫的垃圾 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混杂着腐烂和粪便的气息,令人作呕 在这样的情形下,相信你连前天吃的饭都会原封不动吐出来 那么,孟加拉国究竟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脏乱差呢? 所谓孟加拉国,其全名叫做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和过去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一段与中国有些相似的历史有关 1757年,英国人在殖民印度后,将帝国的魔爪伸向了原本独自美丽,不受外界侵扰的孟加拉 自此,孟加拉国沦为当时英属印度的一个省,饱受欺辱 1947年,印巴战争后,孟加拉又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两瓜分,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直到1971年,经过数场热血的革命和反抗,孟加拉国才忠以共和国的形势,宣告独立 可此前,整整二百多年的被殖民岁月和战乱,却令这个国家人口基数急剧减少,人丁凋零,国将不国 之后,孟加拉政府就此感觉到了危机,于是颁布法律,鼓励公民多生 甚至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怀孕后不能打胎,夫妻一旦结婚也强制不能离婚 就为了能多制造出一些新兴人口 孟加拉国因为一段屈辱的被殖民史,人口急剧减少,只得出台法律鼓励多生 那这和孟加拉国环境的脏乱差,有什么关系吗? 作为南亚地区很小的一个国家,如今的孟加拉国国土面积仅仅14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弹丸之地,与政府连年鼓励多生的政策下,如今竟然足足承载了1.7亿人口 很多孟加拉女人一生中起码要生3到6个孩子,人口基数还在急剧膨胀 这是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中国安徽省全域面积也是14万平方公里 可总人口却只有6113万人 也就是说,安徽的人口密度基本是每400多人占据1平方公里 反观和安徽差不多的孟加拉,平均下来,其人口密度达到了每1265人一平方公里 是安徽的三倍,暴涨的人口也使它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国家之一 如此狭小的地域,如此庞大人口基数,足见孟加拉国政府鼓励多生的计划,确实得到了实现 而这却并没能解决其国内经济贫困,只能依靠农业为生的现状 反而又造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人口急剧膨胀 而公民的普遍生活条件却又完全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 孟加拉国内严重脏乱差的情况也因此而来 当你身处这个落后的国度,你会看到无论大街小巷 不管是男是女,到处都是孟加拉人在随意大小便 这根本无关廉耻问题,因为国家经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跟不上快速膨胀的人口,人们连正常的房屋都住不起 只能自个儿动手搭建棚户,更别提有公共厕所可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方便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就地解决 还哪管什么廉耻不廉耻 这种公民随意大小便的情况,一直得不到改善 长此以往,在这个国家各处当然都肆意堆砌着肮脏不堪的粪便 加上孟加拉位于南亚,气候复杂,常年高温多雨 闷热潮湿的天气,催化着这些无人问津的粪便,成被滋生细菌 又进一步造成了其国内瘟疫频发 百姓久病不得医治的现状,世间犹如人间炼狱 孟加拉国经济落后,城市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 公民随意大小便,细菌滋生,瘟疫肆虐 那导致这里脏乱差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另一个很大的原因,还因为孟加拉国如今仍旧在大量进口从西方而来的洋垃圾 其实,中国也曾走过这样的老路,那是因为彼时中国经济还不如现在这般景气 在比较落后的时代,人们通过从国外进口一些洋玩意儿博人眼球 这些在西方看来已经是故敌废物的东西,来到国内摇身一变 经过一番包装,就能成为新兴商品,满足一部分有需求人士的好奇心 当然,这些洋垃圾中已不乏某些电子或机械部件,国人将它进口后进行统一拆卸 由此可得到一些直鞋的金属,能卖到个好价钱 然而,在搜刮完垃圾中有用的部件后,大批毫无用处的废料则只能荒废丢弃 这些无用的废物当年可是给中国带来不小的环境污染 如今,随着国内经济一片向好,科技发展迅速 我国也全面禁止了洋垃圾的进口,这才有利解决了进口洋垃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孟加拉国的今天,就像是中国的曾经 甚至情况比当年的中国还要恶劣太多 他们大量进口洋垃圾,使求能在其中获取更多利益 却全然忘记了这些成山般堆砌的废料,为自己的国家造成了怎样的负担 今天,当你走在孟加拉国境内 几乎三五步就能看到一座垃圾山 郊区的荒地里更是没有一处净土 每到夏季来临,在阳光的炙烤下 这些腐败的被误发出阵阵恶臭,侵袭着全国各地 就连周深的空气中都弥漫着酸腐的气息 不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污染已经达到了怎样无可挽回的境地 说到头来,孟加拉国如今脏乱不堪的现状,无非只因那两个字也的大字,贫穷 贫穷就要挨打,贫穷就得挨饿,贫穷就是一切不幸的原罪 这是一个小国在悲惨世界中的挣扎 亦是整个世界在面对那些列强肆意殖民的野心作为后,所留给人类最讽刺的觉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